大家好 想要抗衰老 想要长瘦 就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你健康的身体都没有 那长瘦抗衰老那就不用再谈了 那么我们这个 长瘦抗衰老和健康的身体 很多时候都是跟我们的饮食 吃东西是有关系的 然后呢 这个饮食呢 它又跟这个碳水化合物啊 跟这个血糖啊 跟胰岛素啊 又是非常关系密切的 所以抗衰老长瘦健康 就必须要搞懂一个问题 搞懂这个血糖 胰岛素 胰岛素抵抗和碳水化合物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要搞起 要明白 否则你这个抗衰老长瘦 你很难进展 很难继续学下去 好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这个血糖 胰岛素 还有这个 碳水化合物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我们这个平时吃进去的 这个碳水化合物 像这个大米啊 面粉啊 这个什么红薯啊 定粉啊 还有各种各种甜的这种蛋糕啊 它都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它就都会变成这个葡萄糖 我们这里画了一个图啊 这个红颜色的图 红颜色的代表血管 这个里面这个蓝颜色的一个个 这个就代表的是葡萄糖 我们吃进去的这些碳水化合物 是不能够被身体直接利用的 都必须要通过咀嚼把它变细 然后到胃里面再磨 到藏物道里面 最后是要变成打碎打碎 碎得很碎很碎 变成那个葡萄糖 变成葡萄糖才能够被我们身体所利用的 所以当你这个碳水化合物 这个米啊 面粉啊 馒头啊 吃多了之后 你学过你的这个葡萄糖就会很多 而且就是这个血糖会多 血糖会升高啊 然后我们看这个绿颜色的 这个是细胞啊 这个是细胞 细胞呢 它需要这个葡萄糖才能进行工作 包括我们的大脑要进行正常的工作 也要需要葡萄糖 这是不可缺少的啊 不管你是这个生酮饮食 还是这个吃了很多碳水 都需要葡萄糖 只不过你如果没有吃葡萄糖 那么身体会通过另外一种机制 去分解你身体里面的 其他的一些蛋白质啊脂肪 把它再转化成葡萄糖 这是另外的事情 我们就进行进行不讲 我们就讲这个细胞它需要葡萄糖 这个时候呢 当这个 里面这个葡萄糖多了之后呢 这个血糖高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胰腺 胰腺它就会分闭很多这个三角形的 三角形呢 我们这里代表的是这个胰岛素 这里就分闭很多胰岛素出来 胰岛素 然后到了细胞这里 这个血管 血管它有很多这个毛细血管 就是非常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 然后这些毛细血管是最多的 是最终会跟它周边的这个细胞有接触 然后血管的营养可以通过这个毛细血管到这个细胞里面的 然后呢 胰岛 这个胰腺分闭了胰岛素 为什么要分闭胰岛素呢 因为你这个血管里面这个血糖 葡萄糖多了之后 这个身体就会感受到这个 哇 血糖高了 马上它就会分闭胰岛素 胰岛素是一个小三角 红颜色的三角 红颜色的三角 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细胞上面一个Y形状的 像个小叉子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细胞的这个感受器 感受器 也叫接收器 感受器 当它这个三角形的这个东西呢 这个胰岛素呢 可以跟这个细胞上面的这个胰岛素的感受器 结合 结合在一起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是一把钥匙 把钥匙插到这个钥匙的这个锁里面 钥匙插到锁里面 钥匙插到锁里面 就好像是这个胰岛素跟这个细胞的 这个胰岛素的感受器相结合 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门 开什么门呢 开了门 就是让细胞这边开门 可以让外面的这个葡萄糖 葡萄糖就进入到这个细胞里面来 葡萄糖就进入到细胞里面来了 然后细胞它自身的运作 就可以这个用这个葡萄糖作为能量 进行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碳水量不是非常多的话呢 它一般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 就是在一个80到120 就是在这个绿色的这个线 在绿色的这个范围之内 它是正常的一个波动 吃了之后会伤生 然后慢慢的胰岛素释放了之后 然后这个血糖都被细胞吸收了 然后慢慢的会下降 它是一个正常范围 但是呢 这个当你如果这个细胞 细胞当时它这个血糖里面这个葡萄糖够了 它觉得 它觉得啊我现在这个葡萄糖已经够了 不需要再吃很多很多葡萄糖了 但它就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把这个 它就会把把这个这边的 这个叉叉的感受器 它就会把它关掉 把它去掉几个 啊就把它去掉几个 这个时候它感受器少了 当然它也就是为了阻止更多的葡萄糖进来 所以它又觉得我这个啊 葡萄糖已经够多了 不要再更多的了 那么那外面如果这个血管里面这个血糖还是很多 吃了碳水吃了特别多 这个外面还有很多葡萄糖 这个时候因为你外面血管还有很多葡萄糖 所以这个胰线 它这里还在那里封闭 封闭很多这个胰岛素 但是这个细胞里面它已经够了 它不需要这么多葡萄糖 我已经够了够了 我已经够了 它就会把这个感受器就关掉了 感受器关掉之后 那么进入到血管这个葡萄糖就变少了 那外面呢就还是很多 外面的很多那个就血糖还是很高 血糖还是很高 这个胰线它还是要封闭很多的胰岛素 一直这样子的胰线就会很累很累 一直累到它这个就完全干趴下了 完全干趴下了之后 就会变成像糖尿病一样 就会变成像糖尿病 然后它这个血糖的话 它就会变得很高很高 再也下不下来了 然后这个 然后看这里 这个地方绿颜色的是正常的这个血糖波动 那如果你这个碳水吃了比较多呢 它就会变成蓝颜色的这样子 很高 然后一下子再下来 然后再很高 因为你吃了碳水特别多 那如果你吃了还要多呢 那么它就会哇 冲着还有好像红色的 然后一下子 一下子这里又变得很低 因为一下子胰岛素分泌了很多之后 一下子又把这个血糖拉得很低 然后你又吃了很多 然后又上去 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这个 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好 为什么这个细胞 它会把这个感受器把它关掉呢 这个关掉了之后呢 也就会形成一个叫胰岛素抵抗 因为它把这个胰岛素的感受器关掉了 你再来更多的胰岛素 这个细胞就没反应 它就不踩你 所以这就是会造成了胰岛素的抵抗 因为它把这个感受器都关掉了 那么为什么它要把感受器关掉呢 因为它觉得这里面的这个葡萄糖已经够多了 我们就用一个比喻 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解释这个事情 那假设你是在外面进行一个野营露营 你或者说你在一个古代或者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你在一个很干旱的地方 很干旱的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水 唯一下水 唯一水的来源呢就是下雨 但是这里的下雨下得非常少 那个时候你为了要需要这个水 喝水你怎么办呢 你会放很多桶 桶啊脸盆啊 放在外面去接这个下雨的雨水 对不对 那你假设你会放多少 你会放50个 你会放50个桶啊盆啊 放在外面 因为下雨就下一会会儿 然后雨就没了 然后你一个人要喝的话 要过好几天 可能再会下雨 所以为了你要足够的多的这个水 你就必须要在外面放很多的水桶 放在那里接雨 接雨对不对 好 那么这就是比较干旱的情况下 就是这样 你要放50个水桶放在外面去接这个雨 啊 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本来呢 它是比如说是10天下一次雨的 你要这样子放50个水桶去接接雨 那如果现在突然是变成了连着三天 一直下下下下下 或者连着一个月都是下雨 一直是下雨天 一直是下雨天 或者甚至这样下了半年 下了一年的雨 请问这个时候 你还需不需要放50个水桶到外面去接雨啊 你不需要了 不需要你可能放三个水桶就够了 因为什么 因为它一直在下雨 我只要外面放三个水桶就够了 因为三个水桶的话 我一个水桶喝掉了之后 马上另外水桶水又满了 我又可以喝了 对不对 我就不要放50个水桶在外面去接雨了 那么这个细胞的也是一样的 细胞当你这个葡萄糖就好像是下的雨 当这个外面的葡萄糖非常多 非常多非常多的时候 它就不需要开那么多的这个 这个胰岛素这个感受器放在外面了 你不需要这么多感受器 它只要放少一点放几个就够了 就是这么一个比喻 那现在这个生酮饮食呢 很热门 那为什么生酮饮食会这么热门呢 因为生酮饮食 它可以反转这个胰岛素的抵抗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它可以把这个胰岛素的抵抗 你有了这个胰岛素的抵抗 那可以通过长期这个通过生酮饮食让它反反转过来 让它变好 那一般我们这个饮食 如果你是吃的一些不是一些金加工的一些一些穀物 比如说吃一些比较皂米啊 比如就是一些比较全穀物 它的这个碳水升糖的就会比较缓 它不会让这个血糖升得非常的厉害 比如一些全穀物啊 或者一些皂米啊之类的 那么假设你吃了这样的东西 碳水不是很多呢 它就是正常的在这里波动 正常的波动 那么如果你是吃了高碳水饮食 吃了一大碗面条 或者说吃了全是吃了馒头包子 那么你这个就会像一个蓝颜色的这个线 这样子蓝颜色的线 就是你这个血糖会一下子升得很高 因为你吃了比如说一大碗面条 或者说全是这个馒头包子 升得很高 升得很高之后呢 血糖高了之后 因为血糖非常的高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 所以你的身体呢 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 分泌大量的这个胰岛素 让这个血糖降下来 让这个波动糖尽量的全都 到细胞里面去 它会产生大量的胰岛素 然后大量的胰岛素产生之后呢 然后一下就把这个血糖给降下来 然后让它还能够降到正常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 我以为你又吃了很多高碳水 那么血糖又会上升 然后又会这样 就是这样 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的 如果你长期的这样 吃了好几年 好几年一直都是吃高碳水 高碳水 最后呢 你就会变得像一个红颜色的线条 升得很高 然后一下子 又会把你的血糖拉得很低 就是说你同时会有 高血糖和低血糖会同时存在 高血糖 然后同时又会觉得 变得低血糖 又好像心很慌啊什么的 那么这样子 就是对健康就不好了 因为这个血糖在这里震荡 那么如果你的身体 这整个这个机构 这个平衡的机制 被彻底打破了 那你就会变成像糖尿病这样 糖尿病这样 吃了之后血糖升高 他一到处 想要把这个血糖拉下来 但是再也没有办法 把他这个血糖拉到正常的位置了 他就变成了这个糖尿病了 吃了咸 放开 然后一碗 这样就会出现 然后一碗